老大 这次的货色真不错 少啰嗦 快点把这几个古董搬出去 难道你们不知道 这个墓已经被我定下来了吗 谁 你 你是 岛神白夜 站在那别动 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不客气了 别动 这棺果上的花纹 不是普通的花纹 而是墨斗金线 专刻邪恶 一旦打开 不堪设想 糟了 此刻 就在千年前的慕容府中 一个衣衫破旧 肚子微骨的女人 被关在了围栏里 而围栏的另一头 则拴着一匹 饿了三天三夜的塞外雪狼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与慕容将军完婚不到三日 却被查出早已怀有身孕的废物小姐 南宫白夜 她用力拍打着栅栏 抬头仰望着门外衣着华贵的青生薄妹 蕊儿妹妹 姐姐求你了 你让他们放过我吧 白夜姐姐 这里是将军府 不是南宫院 你现在偷人怀子 那可是要进猪笼的罪过 我这个做妹妹的 即便是想帮你 也无能为力啊 蕊儿 我没有偷人 这个孩子来得莫名其妙 可她毕竟也是一个小生命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 拜托你帮帮忙 把她留下来 好不好 白夜姐姐 做人呢 要有自知之明 像你这样的废物 怎么配得上慕容将军 如果你早早地将她让给我 也不至于受现在这种苦头 是你 你陷害我 你这个毒妇 死到临头都不知悔改 还敢污蔑蕊儿小姐 看我们不打死你 这毒妇又在炸死了 把狼放开 看她还要撞到什么时候 此时 这却身体里装的灵魂 不再是南宫家族的废物小姐 而是让叱咤黑白两道的 唐门暗影 道神白夜 怎么会这样 那个胆小如术的剑女人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手 住手 慕容少风 连自己的妹妹你都打 南宫白夜 你根本就是个毒妇 我是瞎了眼了才会娶你 南宫三小姐 你到底有多爱这个男人 才会忍辱负重到这种地步 现在知道装可怜了 我告诉你 南宫白夜 如果你今天不向蕊儿道歉 就休想我会原谅你 南宫白夜 被心爱的人如此对待 你甘心吗 你甘心吗 如果你不甘心 就把这副躯壳 彻底交给我 你竟然敢打我 南宫白夜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当然知道 看见美色就抛弃发气的畜生 难道不该打 我本来答应过蕊儿 把你留在将军府 南宫白夜 我告诉你 你别逼我 你笑什么 我笑当初 错把复兴汉当良人 耽误了自己四年时光 我笑 我花尽半生积蓄 竟浪费在了你身上 我笑 我顾念姐妹情深 却雇出一个祸害自己的孽障 你这个贱女人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你别扯到蕊儿身上去 你再闹下去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活该 剩你和我斗 姐姐搭着肚子 难免会性子急 可无遮拦 你不要太责怪她 哎 蕊儿 你就是太善良了 你看到了吧 即便是到了现在 蕊儿还在为你求情 只要你答应我 以后不再伤害蕊儿 我会允许你留在将军府 毕竟你我也相识了四年 不必了 乌龙少风 你给我听着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我南宫白夜的丈夫 四年后 编程古墓 你们听 这是什么声音 还能有什么声音 风声呗 不要自己吓自己 快点 过来搬东西 这屋地下怎么会有小孩 难道 难道是 是遇到了脏东西 叔叔 留下来陪我吧 有鬼 有鬼啊 胆子这么小就不要学人家盗墓吗 娘亲 这些东西太重了 小苗一个人拿不完 求帮助 求技术 求心疼 各种求 你干脆直接说求帮养算了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道理 这么快你就忘了 小苗没有忘啊 道士娘亲每次都让我扮鬼吓人 根本就是压榨同工 小心我以后离家出走 小苗同学 这句话 你已经说过一百零七次了 娘亲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格 但是你不能怀疑我认真的态度 南宫小苗 你又偷吃西红柿了 娘亲 你明明答应过 只要我帮忙 就给我哄哄吃的 你吃太多了 小心蛀牙 来 让娘亲看看咱们这次的收获 那 这是夜明珠 这是翡翠玉琢 那边还有一袋子金叶 小苗数了数 差不多有一百多片呢 阿子 做得不错 小苗都是挑最贵的剪刀 里面还有好多东西 可娘亲说过 盗墓最忌讳的就是贪心 所以小苗只拿了一小部分哦 乖 少爷 这陆中央有个女人 还带着个孩子 这大晚上的 小的怕是碰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你呀 看我这么久 胆子还这么小 这是青城山 珠摩大师住的地界 欠那些东西十个胆子 也不敢靠近 更何况 鬼魂之说 只不过是迷信 可 少爷 这方圆几十里都是山路 那女人和孩子是怎么走上来的 大晚上出来溜达 真够神人的 车上的人给小爷听着 此树是我栽 此路是我开 要想过此路 留下男人来 留 留下 男人来 叔叔你没有听错 我截的就是色 这孩子才多大点啊 就知道什么是截色了 而且 而且 而且她截的还是男人 我的天哪 难道现在很流行断秀吗 你放心 像你这种模样的 还不至于让我儿子有非分之想 就算是截色 也不会截你 正常个屁啊 有哪个母亲 会放任儿子去截色的呀 截她是一个男人的色 二位 我们主妇出门 没带财也无色 若是二位不嫌弃 这马车倒是可以载二位一程 少爷 完了完了 若是让这对母子看到了公子的长相 他们怕是真的要被劫色了 才说了 那公子是什么身份呀 哪能碎碎变变 和不明来历的人 同坐一辆马车的 二位上车吧 那就多谢了 叔叔 你来青城山做什么 我来寻一位故人 叔叔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他到底是多想了 怎么就在那一瞬间 会以为这孩子和那人相像 你叫南宫小喵是吗 为什么要截南色 哦 这个 我是在替我娘亲招呼 小喵同学 麻烦你矜持点 不要逢人就说你在替我招呼 这样我压力很大的好吗 好吧 我尽量控制 你最好控制得住 否则 你懂得 娘亲 你别生气 下次小喵帮你找个比这位叔叔 更有钱的美男 不劳你费心 我喜欢身材好的 确实是太虚弱了 到了床上会不会不行啊 这两个冲了我手 是把我当空气了 北明寻求见 还望大师现身 北明寻 皇家三小子 大师 四年未见 你老人家倒是越来越富贪了 确实确实 这老娜最近收了个徒弟 那小生活过得不是一班二班的资 师父 你又背着我喝酒了 爷爷 别藏了 娘亲说了 交酒不杀 北明寻重新将目光放在了南宫百叶身上 脸上隐隐有了玩味 若是让那人知道 他多了一个师妹 不知道那人波澜不惊的脸上 会不会出现其他的表情 老头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托儿啊 你冤枉为师了 我是怕你和小苗在山上待久了 太无聊 我不无聊 我也不无聊 那我无聊行了吧 那就老实交代 为什么突然让我去京城 最近京城里不是很太平 诡异的案子一件接着一件 那北明寻上山 就是希望老那能回京 可为师实在是抽不出山来啊 这皇家的生意又不能不接 皇家的生意 那岂不是有很多影子 我们接 这一赶路 就是整整整三日 娘亲 那是做什么的 客官 上来坐坐嘛 祭院 那个就是京城的祭院啊 也不怎么样嘛 你一个四岁的小鬼 能不能别用那么久经情长的语点说话呗 娘亲 你看 那里好像有人在比武呀 那不是普通的比武 是武器测试 武器测试 没错 是武器测试 每隔五年 京城啊 就会举行一次灵力测试 优秀者 即可入朝为官 姑娘久居 庆城山 不知道这武器测试 也正常 我知道 当年的南宫白夜 除了钱财之外 还把一身的武器 都传授给了慕容少风 这才使得那个男人 在武器测试台上 鸣动京城 夺得了武状元的称号 如果让那些南宫院的人知道 他们口口声声骂的废物 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模样 那些人 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 狗眼看人低呢 娘亲 你又在算计什么 眼睛都笑弯了 我在想 要不要带你去妓院逛逛 娘亲 小苗不想去妓院 摊上这样一个母亲 那孩子也够可怜的 小苗想去看小官 瞧瞧那儿的男人 有没有身材好的 等京城里的事情 解决完以后 一定要让少爷 离这地奇葩的母子远一点 好 不愧是南宫家交出来的弟子 随随便便一出掌 就把人给打趴下了 南宫家 敢挑战我 也不看看你有几斤几两 你这贱民 敢挡本小姐的路 看我不抽死你 现在知道怕了吧 贱民 我警告你 你最好给我放手 否则别怪本小姐手下无情 娘亲 她到底是哪只眼看到你怕了呀 她眼抽 主子 什么事 有信歌 是从青城山匪来的 应该是大师的信 念 硬小子 你又躲在你那老鼠洞里睡觉了吧 主子 这是大师写的 暑假只是照读 继续 老娜这次给你写信没有别的事 就是告诉你 你师妹去京城了 你听到这个消息 是不是很兴奋 很激动 很 暗影 把信拿去烧了 是 主子 终于解脱了 吩咐下去 清城寺的香火 断三年 属下领命 这就是调侃主子的下场啊 一个寺庙没了香火 那画面 太凶残了 不过 主子居然有师妹了 还来了京城 不知道是怎样的女子 才入得了香火大师的眼啊 今天我若不整死她 我南宫 把你名字就倒过来写 武器三段 天哪 她居然是武器三段 她看上去 也不过十几岁啊 小小年纪居然会这么好的武器 简直就是十年一遇的奇才啊 剑民 我要和你挑战 你敢不敢应战 她会应战吗 应该不会吧 毕竟那可是武器三段啊 本来我不想这么快就和南宫院的人对上 既然你这么想被我揍 那就请吧 剑民 受死吧 都怪这个该死的女人 你这个剑民 你居然敢踢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叫人收拾你 阿泽 走了 嗯嗯嗯 娘亲你等等 等小苗把这个一翼身上的银子都缩刮完 好了 这孩子长得太俊俏了 你再看他那双手 会不会太快了点 好似比神偷曲公子还要快上三分 还有他身后那女人竟然一招就剩了武器三段 这段人母子 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啊 娘亲 你为什么不等他叫人来啊 这样我们能赚更多的银子啊 小苗 记住 男子爱财 取之有道 那你干嘛还把我搜过来的银子 装进自己的钱袋里 我又不是男子 这就是你从青盛山带回来的人 嗯 你看怎么样 一般 一般 那小男孩的手法可是不亚于你 你不感兴趣 现在的我只对道业感兴趣 本公子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把他好好地比一场 曲洛 你这么在乎道业 难道你 输给过他 开什么玩笑 本公子可是天下第一山头 才不会输给一个连面都不敢露的人 我找他 只是因为太寂寞了 嘿 你这个做皇子的怎么能了解我们做高手的寂寞呢 高处不胜寒啊 你懂不懂 曲洛 我先前 也只是猜测 现在看你这模样 果真是输给过道业 我 严也不能算输 只是没赢嘛 我去的时候 他已经把墓地里的东西都搬空了 这还就没输过 最让本公子不舒服的是他的态度 你都不知道 那小子有多嚣张啊 他把东西倒完也就算了 居然还在墓口上写上什么 叶子一游 他这分明就是在挑衅我 你说 他到底是什么人 把身份弄得这么神秘 难道 是我们三大家族里的谁 不会 你们这些人做事都很正派 正派 你干脆说我们墨守成规算了 逃杀曲 护发黑 守正辟邪南宫院 这么多年来 三大家族越来越无趣了 会不会是宫里的那位 不可能 他何时把钱财放在眼里 你说什么 你被人打了 我 我 是那个女人背后使诈 对 就是他出了阴招案算我 否则你们以为凭我的武器 快输给他吗 既然是他耍阴招 那小妹就不要生气了 瑞儿姐姐 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教训教训那个女人 你放心 没有谁可以在欺负南宫院的人之后 能毫发无损的 我就知道瑞儿姐姐最疼我了 瑞儿姐姐 这位公子是 你这么多年来都在山山修行 恐怕早就忘了 这是慕容将军 你小时候见过 啊 原来是他啊 小妹 再看下去 慕容将军可竟要误会了 瑞儿姐姐 你就会取笑我 她是不是和三姐 他们 红燕 别再提那个人了 现在慕容将军和她 没有半分的关系 姐姐 祖父呢 我回来之后还没见过他老人家 你啊 一回来就去打泪坛 太顽皮了 看以后谁敢娶你 我 哎呀 不说了 咱们去找祖父 给老人家请安 聂老 你就帮我这个忙吧 最近家里不太病得很 我怕 怕 讲联赖 这是师父从青城山求来的平安符 讲员外拿去 方可宝家中无忧 哎哟 谢谢念王 讲心一定服不离人 这 这是哪家人 看到本小姐连安都不抢 简直是无礼 燕儿 老夫说了多少次了 改改你的脾气 是 祖父 你莫怪小妹 她一回京城就受了欺负 难免会撒气 她 要是有你一分的稳重 老夫也不用这么恼怒了 祖父 燕儿知错了 和你比武的那个人是谁啊 祖父 你知道了 京城里有哪件事是老夫不知道的 一回来就给老夫丢脸 你在山上都学了些什么 是那个女人耍诈 明明没有半点的武器 孙女一时大意 才着了她的道 她是什么身份 孙女 孙女不知 不过 不管她是谁 等到正式比武的时候 燕儿一定会把她打得落花流水 武器鄙视进入副室 在各位选手的左手边 放着一个箱子 这箱子里面有几个号码 大家先抽号 号码相同者就是对手 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 南宫白夜抽到的数字 和南宫红艳的一模一样 而且他们的号码都是一 也就是说 他们是第一场鄙视 弄这么麻烦做什么 你信不信本小姐 一招就能把你解决掉 看来 你喜欢速战速决 对 实相的就赶紧跪地求饶 本小姐可以考虑考虑 少你不死 哦 你想要跪着的姿势 那就如你所愿 你这个圣之不武的贱民 你 你把本小姐放开 哦 圣之不武 我一没用暗器 二没违反赛制 哪里圣之不武了 你 你 如果你不是金钟油管 干嘛要戴个面具 分明是爱耍手段 不知用什么邪门手段赢了我 连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 西小姐 你的脸皮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这么厚 你 陈大人 你还不快点让这个贱民把手放开 他耍诈 这 你这个刁民 快把南宫小姐放开 不准失手段 原来武器测试比的不是武功 而是背景 我明明赢了南宫小姐 陈大人却说我使了手段 我倒要问问陈大人了 我是违反了比赛的哪条规则 还是说 陈大人根本就是不分青红皂白 认为谁家里有势力 谁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那我们这些没权势的老百姓 是不是就不该来比赛 如果连武器比赛 也要牵扯到参赛者的家境 变得不公平了 那还比个屁啊 这 这就是和娘亲叫板的下场啊 够了 武器比赛 最看重的就是公平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但对于存心想扰乱比赛的人 本将军也绝对不会轻饶他 否则本将军 有权利判你出局 这就是慕容将军 所说的公平 据我所知 当年慕容将军在参试时 一穷二白 身上连件像样的武器都没有 若不是 若不是有人不计你出身 拼命助你 慕容将军恐怕连出赛都过不了 更别说当上护国大将军 如今 你却看不起平民出身的人 慕容将军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本将军可以不计较你的出言不逊 但自古以来 没有哪一届的武器比试 有人会戴着面具来参加 你先把你的面具摘下来 再来和本将军谈出身谈公平 你让我把面具摘下来 什么 不敢了 没有什么不敢的 是你 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耍诈一次还不够 还来耍诈第二次 见女人 七妹 你见了我两次都没认出我来 是该说你蠢呢 还是该说你没脑子呢 你 你见我什么 七 七妹 你 你是 看来你记起来了 忠口 我们男公家 根本没有你这样的荡妇 男公家 你到底是谁啊 我 你想知道的话 可以问问这位大将军 还有那位七小姐 慕容将军 红颜妹妹 二位 连我是谁都不敢说了 你闭嘴 红颜妹妹 你冷静点 对 七妹 你是该冷静点 你忘了 我这个做姐姐的 刚刚是怎么教育你的 安静 你 你这个邓妇 我一定要剥了你的皮 你说 你是红颜妹妹的姐姐 嗯 既然他们不想告诉你我是谁 那我就自己说了 我呢 叫南宫白夜 在南宫家排行老三 南宫白夜 她 她不是没有武器吗 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跟野男人私通 还敢说自己姓南宫 你休想再回我们南宫院 废物 呸 原来是她呀 这定了婚约 却还暗中与野男人苟合 这种女人就该捉去进猪笼 哎呦 你们是没看到当年她追慕容将军的样子 简直就是不知羞耻 你们再敢欺负娘亲 我就吸干你们 怎么样 娘亲 是他们不好 他们欺负你 小笨蛋 又说傻话了 有谁能欺负得了你娘亲我 哼 我当是谁呢 连话都不会讲 还说什么吸干我们 这 原来是你当年生的野种啊 再敢骂一句野种 我就亲手宰了你 是谁 啊 我去她怎么出宫了 我的天 糟了糟了 这下武器比事 打不下去了 谢了 回头请你喝酒 你怎么舍得出来了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虽然我快忘记你长什么样了 但是也不至于长得这么难看吧 你出来有谁知道不 你不是不喜欢晒太阳吗 你身边那些个安慰呢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你能让他闭嘴吗 我和他不熟 安静了 我刚刚瞧瞧了什么 我自小崇拜的哥哥 被人一脚踹飞了 既然你出来了 那就和我比一场呗 还用比吗 刚刚都被踹飞了 我说你倒是说句话呀 比不比啊 你这个贱女人 这个长得不咋地的书生 就是你的相好吧 你还真是水性洋花的可以 我警告你 不管你搬来的旧兵有多厉害 我们南宫家 也不会要你这种贱货 他是南宫家的人 那又如何 小洛 你知道 沙水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都是人类 只不过是食物吧 我这普天之下 只有他会用这种恶心巴辣的叫点叫我 什么烂趣味 肯定是没人受得了他 等一下 我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那个别人碰他衣服一下 他都又在宫里的温泉里泡半天的人 居然会和人手牵手吗 虽然是被动的 可那场面着实也太不真实了一点了 不顾 或许这个女人能阻止住他吧 让他别杀人 否则 事后我还真是没有办法向你老交代 等我打完 你再杀 你到底是谁 竟敢扬言杀人 你知不知道藐视南宫院的下场是什么 即便你是洛公子的朋友 本将军 也绝不会允许你这般无法不天 慕容大哥 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书生分明是那个野种的 你等着 你给本小姐等着 我的话 从来不是随便说说的 再让我听到野种两个字 我弄死你 还有 我还姓南宫 不是想占你们南宫院的光 而是这个姓 时刻提醒着我 在此之前 我受过怎么样的对待 回去告诉南宫家的人 就说 他们当年耻笑的废物回来了 难道是错觉吗 为什么在那个贱女人身上 会散发着一股危险的契机 开什么玩笑 它可是个废物 南宫家最大的耻辱 一个废物 也会让人感觉到危险 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不过是些三脚猫的功夫罢了 它根本没有武器 一辈子都不可能有 当年 我可是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断了他的武脉 还把他骗进了鬼洞里 皇上驾到 皇上来了 皇上来了 快快 跪下 皇上来了 诸位大臣 老奴只是替皇上传个话 让这些个参赛者们 换个地方比试 皇上说了 今年 不斗武器 斗才能 不斗武器 斗才能 那 那怎么斗啊 哎呀 这幸亏是皇上出现的及时啊 否则那人 说不定真就把擂胎赛给拆了 皇上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哼 这不是南宫家的小气吗 这是怎么了 受委屈了 红颜的伤 都是被这个女人打的 她还有个帮凶 是个书生 那个人居然说要杀了我 他们根本就是藐视枉法 皇上 你一定要治他们的罪 哦 皇上 擂胎赛上的比试 向来是拳脚无眼 我只不过是正当防卫 哼 正当防卫 能把人的门牙都打下来 这小娃儿 真有意思 既然如此 那小红颜 也没有什么好冤的 还有那个书生呢 我根本没有惹他 他就说要杀了我 那书生呢 伤害爱情 没事 没事 朕只是坐得太久 站一会儿 红颜说的可是真的 你可知罪 什么罪 有人指控你 说你想杀了他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不记得 你 你 你 皇上 末将可以作证 洛公子也听到了 是吧 洛公子 这 这个 想想而已 我又没动手 想也犯法 原来 气死人 不偿命的在这里 皇上 据老奴所知 这刑法里 还真没有这想法罪 这位公子年轻有为 七小姐又活不可爱 这其中 定是有什么误会 那照小孟子的看法 这样子 该怎么端呢 那既然是误会 也就称不上 是什么案子了 老奴眼捉嘴笨 就觉得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挑出一位 德才双全的人 来辅佐皇上 这百姓们 也在等着状元 会花落谁家呢 也没觉得 这少年 有什么不同 怎么皇上就 算了算了 我一个做奴才的 只要能揣摩出 半分的胜利 就是好的 再多想下去 过得也不安适 皇上 你不该这么做 他们明明就是 小红娘呢 朕虽然不出宫 京城的事 也多少知道 你不遵守测试规则 输了比赛 反咬别人耍诈 拿南公家的权力压人 你说朕 不该这么做 那朕倒是要问问你了 朕该怎么做 嗯 这是两码事 皇上应该把那 红燕 皇上 红燕多年来 在山上也惯了 祖父也经常说 他这性子 不拘小节的厉害 就是欠教训 平日里 竟胡言乱语 这才在盛家面前 没了规矩 蕊儿恳敬皇上恕罪 什么罪不罪的 谢皇上 都是这个贱女人害的 我们南公家的人 走到哪里 不是被人捧着 就连皇家人 也不能贸然责备 可现在 皇上显然是动怒了 这个贱女人 所有的行为 都像是在 打南公院的脸 简直就是该死 父皇 秦儿 这次武器的 比试规则 是你定的 就由你来说说 接下来 怎么比吧 是 11月11日 有时 将在擂台附近 举行一场死亡表演 留信人 陈渊 死亡表演 11月11日 有时 不就是现在 这谁这么恶心啊 居然用名纸来写字 还弄什么死亡表演 吓唬谁啊 这张纸是五天之前 出现在皇宫里的 投信人不清楚 投信的目的 也不清楚 现在就快要到 预告的死亡时间了 衙门的人 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如果是没有发生命案 各位接下来 只要查出这封信 出自谁之手 那如果发生命案了呢 是不是查出凶手 就算谁赢 这 怎么可能发生命案 你没听到三皇子说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吗 我看这封信 根本就是有人在装神弄鬼 让祖父去查一查 就什么事都解决了 聂老已经看过了 他没有看出问题来 既然祖父没看出问题来 就代表着不会出事了 恐吓信呢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匿名的 另外一种就是署名的 署名的呢 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 就是为了让人记住他 可见他不只是随便写写 随时会实施行动 而这封信 刚好出现在了皇宫 就代表着投信的人 不怕犯罪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夹在了 皇上的奏折里 你怎么知道 味道 嗯 是味道 眼龙墨的味道很重 想必 皇上很喜欢这种墨 连身上都是这个味道 而这名纸上也是 诶 那犯罪心理学呢 是什么说 嗯 那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宗命案一定会发生 哼 想吸引三皇子的注意 也不用这么说吧 真是为了勾引人 无所不用啊 父皇 儿山来得及 忘了给您介绍 这位就是儿臣 从青城山请来的贵人 也是驱魔大师的二弟子 白夜小姐 什么 驱 驱魔大师的徒弟 当年 祖父三上青城山 就是为了驱魔大师 收自己为徒 可驱魔大师 却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反而闯进了皇宫 霸占了七殿下的魔宫 软魔硬炮枕 终于把七殿下 磨到门下 该死的 他到底用了什么魅术 死人呢 居然这么沉得住气啊 出事了 保护父皇 把你脸上那玩意儿给震摘了 天还没黑 怎么 对你师妹这么伤心 父皇 你想多了 父 父皇 这 这书人到底是谁呀 敢用这样的语气和皇上说话的 难道是那位殿下 哎呦 这老奴真是糊涂了 连七殿下都没认出来 可这脸 怎么 怎么和小时候不一样啊 皇家中人 不许参加武器测试 这个规矩 你不懂吗 不知道是谁整天给我炫耀 在他十四岁的时候 就背着皇爷爷出来 偷偷去参加了武器措施 还拿了第一 你给真闭嘴 孟公公 哎 老奴在 方才的事 真不想听到有任何留言 老奴明 属下今日 并没有见过七殿下 这件案子会交给你们 我只给你们七天的时间 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到凶手 谁就是这次的赢家 殿下 这 似乎不太合规矩 放心 各个衙门都会配合你们 直到找出凶手为止 如果不想参加 也没关系 直接退赛便好 这人 会不会是被脏东西吓死的 吓死的 怎么说 你们瞧 他脸上的表情 五官都扭曲了 我与祖父帮人驱邪的时候 曾看到过这种此相 那人就是遇到了脏东西 被吓死了 怪不得这人突然就死了 连凶手都没有 原来是碰到鬼了 主妖姐姐 你真聪明 哪有 我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 见货就是见货 永远都休想和我比 你小喵看 诸位姨姨真的只是随便说说呀 全部都说错了 你这个臭小鬼 你懂什么 去去去 哪凉快哪待着去 好 你 就被北明连城捏住下巴 撬开小嘴巴 来回看着牙齿 一双毛子泛起了光 干嘛 想猥琐我家小喵 猥琐 看上去挺好的一个人 居然是个断袖 断袖 摸够了吗 吃人豆腐是要给钱的 看来 我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猎物 有些人真是不要脸 真不知道他来京城是干嘛的 到现在为止 还没说一点有关案子的事情 竟是忙着和男人调情了 这可是大街上 不是偷人的闺房 丢不丢人呢 妹妹你别这么说 人和人的资质不一样 虽然现在把叶姐姐是驱魔大师带出来的徒弟 但这宗案子毕竟诡异 她看不出什么来 也情有可原呀 纸牙姐姐说的是 我太高看某人了 既然什么都看不出来 就管好自己的孩子 别让她胡言乱语 谁说小苗是胡言乱语 谁又告诉你 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哼 听你这语气 你是看出来了 那你倒是说说 你看出什么来了 不自量力也要有个限度 这人根本就是吓死的 看表情就知道 别为了引人注意就在那装高深 到时候装过头了 看你怎么收场 吓死的 吓死的会有这种东西 不一会儿 竟有一条软绵绵的虫子 爬了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瓶子里装的是湿油 嗯 这条湿虫才是死者的死因 它确实是被吓到了 但它并不是被什么鬼吓到的 而是听到了身体里面 有东西在撕咬它 你是怎么发现的 耳朵流血了 而且这人身上有股味道 一个大户人家的管家 身上不该有这种味道 又是味道 什么味道啊 墓地里的味道 你怎么知道 她是大户人家的管家 她身上穿的衣服 是京城里上等的绸缎所致 白叶姐姐定是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 并不了解京城的生活 现在帝都富裕得很 多数人都穿得起绫罗绸缎 并非一定要是大户做管家的吧 讲员外不算大户吗 死者右手的食指和左手的拇指都磨出了箭 只有常年打算盘的老管家才会如此 这个人应该是昨天去过墓地 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 哼 说来说去也是被鬼跟上了 目前来看 凶手并不是鬼 而是人 明指放的位置很明显 一低头就能看到 说明凶手根本没打算要隐瞒这一点 看来 他杀人杀得很爽 和上一封的自己一样 是 而且 这是下一次的死亡预告 刚才你还说他是被虫子咬死的 现在又说什么凶手 简直是前言不大后语 狮虫可以素养 很多入了邪道的道士 就是用他们来控制人 守正辟邪的南宫院 连这个都不交 现在你们 可以自由地组成三个小队 两个人一组 那我和屈哥哥一组 哎呀 人都不够 怎么做啊 而且死的人姓蒋 从刚刚开始 那个姓蒋的参赛者就不见了 你说凶手 是蒋家人 少年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竞争对手了 至于凶手是谁 自己去查吧 你呢 我是A组 我七拳 杨青 这是我兄弟 我和你不熟 你刚刚吃了我的糖葫芦 现在手上还留着证物 你还想抵赖 我不和女娃做兄弟 女娃 小喵同学 你魅力不小啊 你才是女娃 你全家都是女娃 小爷是男的 男的 男的 你头发那么长 长得又好看 怎么可能是男的 哼 这叫英俊梯躺 你这个小和尚怎么懂 帅哥都是这样的 帅哥 你真的是男的 男公小喵眼睛一眯 气冲冲地跑过去 抓住黑小四的手 往自己腿间一按 得意洋洋的 你说小爷是不是男的 还真是 那 你现在吃了我的豆腐 以后要帮助我娘亲查案 可 明明是他自己抓着手 往下按的 黑小四皱着好看的浓眉 很不想答应这件事 男公小喵开始吸鼻子 你别哭 我答应你 啊 这样也行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 哪三章 以后别再试图 用你那双张了尸体的双手来碰 碰了又如何 你可以试试 算了 对于无法控制的局面 我还是不是了 我也有条件 约法三章是方便我们的 不是方便你的 傻站着干嘛 走了 娘亲 说 我今天总算见到比你还无耻的人了 娘亲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你听我说 我知道她的弱点 让非人类有弱点 我怀疑她和我是同类 喂 我们去个好地方 怎么样 哟 这是哪家的公子哥 生得真净强 公子 您这可不像是来喝花酒的 连沾我一下都不肯沾呢 把你们的妈妈叫来 哎呦 爷 你真坏 妈妈 有贵客找你 还不快点出来 谁呀 哟 小哥真面熟 我娘 好久不见 一个没良心的 四年不见 竟连男人都有了 他是跟班 才不信你 说吧 不和你家小喵 好好地待在耗子窝里 来我这民箱楼做什么 不是耗子窝 是墓地 嗯哼 反正也没什么两样 准备一间房 要没胭脂味的 点熏香 一个时辰之内 别让任何人来打扰我 妈妈 一个时辰你能做完 你这丫头 是不是逃打了 快去准备 你看看 这条丝巾 是不是你们这儿的 嗯 这种丝巾全京城 只有我这儿的姑娘有 叶 你不介绍一下 她姓什么叫什么 来自哪里 什么身份 我都不知道 怎么介绍 刚认识的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个 叶 你不会突然出现在京城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我接了一桩生意 你能帮我找出 她的主人吗 这丝巾姑娘们用得多 颜色都大同小异 蒋家的管家 平时都和哪个姑娘 来往亲密 哼 也 就算我是妈妈桑 也不会了解 所有姑娘们的心思 母娘 你骗我 这世上 我什么都能帮你 唯独蒋家的事 你自己去查 一点都不能通融 查人可以 别影响我做生意 有时间就带小苗来找我 好啊 哎呀 我怎么就认识了你这么个魔人的东西 眼前压下来一片黑影 那温度像是刚刚从北极咬来的冰 透着刺骨的寒意 她的口中混着茶香 渗进了她的脖唇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会在这个地方选择用餐 哼 你说的对 在这里用餐 确实太脏了 难道她是纯种鸡血鬼 哼 二位的性质真好 你打扰到我们了 哼哼 妈妈 你又拿紫颜巡开心了 这哪有公子点我 找个小官来还差不多 哼 闹着完罢了 姑娘莫当真 可公子 你倒是和紫颜说说 要如何闹 才能把嘴唇给闹红了呢 哼 如果你告诉我 蒋管家是怎么死的 或许 我倒是可以帮你把嘴唇也闹红了 你说什么 蒋 蒋生她死了 你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一整天都在迷香楼 那个死鬼也是个喜新厌旧的货 这才几天呢 就把我给忘了 你们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三天前吧 她那次倒是出手大方 还说什么 自己这次能够狠狠地捞一笔 哼 反正她嘴里的话 没有一句是真的 那你见到她的时候 她身上有没有什么异样 异样 没有啊 都好好的 她那天是在这里过夜的吗 哼哼 乔公子说的 有哪个男人来了迷香楼 不睡一夜再走 除非她呀 不是男人 哼哼 你再仔细想想 她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做噩梦 或者 有没有胡乱挠痒 噩梦 说起来 那天她确实很奇怪 我们正亲热着呢 她忽然站起来 非说床边有人 大半夜的 一乡楼的姑娘们 早都陪客去了 我那屋子里 除了我和她 连个丫鬟都没留 哪来的什么人 偏偏她非说自己看见了 还让我去点灯 你点了吗 点了 可我没有看见人 后来呢 后来我们都睡了 不过她一直都神经兮兮的 时不时地朝床边看一眼 看到我心里都发毛了 这个给你 干嘛 我可不信什么邪门歪道 哼 为了我这么多 连点银子都不给 拿张破纸出来 糊弄鬼啊 公子要是哪天 换了喜好 可以来这迷乡楼找我 您这样的 紫妍倒贴银子 都愿意伺候 紫妍姑娘有所不知 我这兄弟是个断袖 恐怕 无法销受美人恩了 哼 断袖 断袖能对你这样那样 嗯 这样 那样 原来是一对啊 可惜了 这么伟岸的男子 竟是个有主的 请注意你的措辞和语气 好吗 不好 你还有没有人性了 嗯 你和一只吸血鬼讲人像 真是愚蠢 你才愚蠢 你全家都愚蠢 哼 我们先走了 过几天再来看你 哼 好 看来 这次夜遇到对手了 亲爱的 你可别被人吃得 连骨头都不胜哦 妈妈 那两个人是谁啊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你对谁这么好过 有没有听过 道夜这个人 没 除了自己 有谁知道 当年震慑江湖 行踪成迷的道夜 是个女人 以后的精神 应该会越来越精彩吧 哼 紫燕 不知道魔娘在想什么 现在的她 只感觉到了心里 隐隐的不安 从房里退出来之后 她绕开了人群 朝着迷香楼的后房 走了过去 她走得很小心 时不时地 向着左右看一眼 最后 她在一间上锁的 丫鬟房旁停了下来 伸手拍打着房门 房间里 像是没有动静一样 紫燕又隔着窗户 看了一眼 那里面坐着一个 头发很长的女人 听到响声后 她没有回头 而是拿着木梳 一下又一下地 梳着自己的头发 她说得很认真 很认真 只不过 那动作有些奇怪 不像是个 有血有肉的活人 倒像是刚从墓地里 爬出来的尸体 一举一动 都诡异得很 紫燕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知道人在里面 她也就放心了 长长地虚了口气 她也没在后院 多坐停留 盈盈笑着 去接客赚银子了 可她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她走后 那上了锁的门 竟然开了 一阵阴森森的风 从房间里面 溢了出来 娘亲 我想养一个黑小丝 别提无理的要求 哼 叔叔你说 小苗的要求很无理吗 不 很合理 哼 你们两个人一起过吧 小苗同学 先说说我交代你做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这是阿四花钱买的 京城有五六家益庄呢 不好查 好查 怎么查哦 一家一家的去查 时间根本来不及 不需要一家一家去查 这里不是有一家 离奖院很近吗 喂 还有 我在和你说话呢 你在看哪里 我看叔叔啊 小苗同学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深刻的 讨论一下你的性取向问题 性取向问题 嗯 什么叫性取向问题 你不能因为从小单亲缺乏父爱 就去喜欢男人 小苗不喜欢男人啊 小苗喜欢阿四 躺着也中枪 啊 越来越乱了 殿下 嗯 原来 这才是他的真面貌 公子如玉 俊美非凡的 七殿下 果然俊美 可老头为什么会收吸血鬼为徒 这有点说不通啊 虽然师父从来没有和我提过 但是人谁不知 曲莫大师只有一个入门弟子 那就是宫里的七殿下 难道老头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岂不是知道了小苗的身份 毕竟血族之间的感应 凡人根本无法介入 在想什么 想得这么开心 嗯 我在想 随便散散步 居然也能遇到师兄 太有缘了 师妹 你猜我会不会相信你这样的说辞呢 既然见了面 我们就该好好联络联络感情 你说是吗 师妹 师兄这是干嘛 这男人什么毛病 把我当成毛绒玩具一样戳 验食物 皮肤不够滑 他还在那里嫌弃 干 是什么意思 没有 第一次见面 问候问候你 是吗 嗯 问候你 问候您妹 这样的灵魂 血一定很甜 好的灵魂 要慢慢地饲养 等到他情动的那一刻 那滋味才是最美妙的 太久不狩猎了 就为了这个小东西 开刺特利 谁让他是自己的师妹呢 师兄 你这样笑 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好的联想 你知道吗 什么联想 你想杀了我 我现在不是很疼爱你 小师妹 嗯 那我还真是受宠洛基 我记得我说过 别用你那双张过尸体的手碰我 嗯 喂 师兄 我们还没联络完感情啊 你这么早走 去干嘛 去沐浴 果然不出所料 这男人对干净的要求 很重很重 不过那张皮的触感 太假了 是人皮 这男人披着另外一张人皮 怪不得不怕阳光 原来是做了错事 嗯 师父 你到底给我收了一个什么样的师兄了 简直害死人了 南宫白夜前脚刚回客栈 后脚就有一个身着黑色斗篷的人敲开了他的房门 来人手里恭敬地捧着一碗冰山雪莲 脚下则是一箱玫瑰花瓣 殿下说 让白夜小姐把皮肤养好 洗干净 回去告诉你家殿下 就说我谢谢他全家 娘亲 有人送你花花 你怎么不要我 他是想把我咬肥了 好下嘴咬 你娘亲我会乖乖地把自己送到他嘴边吗 笨 不是已经送到嘴边了吗 娘亲 嗯 小苗会保护你的 乖 那我能不能养一个黑小四 哎 养来做什么 吃 听说那丫头回来了 是的 母亲 我听说 他身上有了武器 还与燕尔打了赌 母亲放心 女儿已经有了计划 她这一次不仅不会赢 还会跌个大跟头 你打算怎么做 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哼 那个黑衣书生是个不错的对象 很好 瑞儿 你记住 随便陪他玩玩就可以 你日后可是做贵妃的人 手上别沾太多的血腥 南宫白夜这个人是给你练手的 你的目光还是要放在七殿下身上 不久之后就要选妃了 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懂吗 女儿明白 叔叔 你平时会吃红红吗 红红 原来是个没有沾过人血的小鬼 儿子 今天瓜瓜在家待着 娘亲要出去一趟 小苗也想去 娘亲 你要抛弃我吗 不会用词语就别乱用 娘亲是让你好好看着咱家的银子 黑子一会儿还要过来 你不想见他了 行 他昨天都没请我吃糖枝 那你更应该在家里等着他了 对吧 娘亲 你说的对 小苗得在家等着阿四 想办法把他吃穷 黑家三代为官 家财万贯 你吃不穷 那我就把他绑起来 就绑在床上 让他哪都去不了 悟性不错 那是 南宫白夜却在走进奖府之后 整张脸都变了 怎么会有这么重的阴气 四小姐 七小姐 七少爷 慕容将军 你们怎么来了 快请快请 原来你就是奖心啊 我记得你 前些日子你去过我们南宫院 是是是 七小姐真是好激情啊 奖心让下人端来了上好的茶叶 弥漫出好闻的茶香 你不坐啊 北明连城没有说话 抓过南宫白夜的衣袖 擦了擦红衣 才冷漠着一张书生脸坐下 南宫白夜忍住把某人 隔着窗户扔出去的冲动 冷笑的给他送过去一杯茶 那大爷连看都没看 我不喝 你也不能喝 师兄 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你再指手画脚 我咬死你 这茶有问题 这位小哥 我奖府的茶有什么问题吗 他一个穷酸书生根本不会品茶 能察觉出什么问题来 原来是不会品茶呀 也是 平常人家确实喝不上这样的茶 小哥该趁着有机会 多喝几杯 我家这位确实不会太品茶 那还真是不能喝 否则再好的茶叶 引起来 也是牛椒牡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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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蒋仙啊 你知不知道 这某人喝的茶叶 都是从天山上摘下来的 皇上想喝都要去摩公鸟 哎 少爷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 你死定了 哥 干嘛 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少 少爷我倒是想说呢 真好 世界好安静 好个屁 不要管什么茶叶了 蒋心 我问你 你这里是不是少了一个管家 我也是昨天听衙门的人说的 讲声这一句 我 我心里也空荡 蒋元外不要太难过了 七妹接了你们的案子 不出几日就能将凶手绳之以法 替蒋管家报仇 啊 那就有劳四小姐和七小姐了 蒋元外哪里话 因为人意气正直 平日做的也是为国为民 好人总该是有好报的 我这人啊 没别的 就是好打抱不平 有人说蒋生临死前去过墓地 这件事你知不知道 啊 墓地 蒋生他去墓地做什么 我不知道啊 哼 你不知道也不足为怪 毕竟这也只是某个人无聊的猜测 一点证据都没有 就在那里胡说八道 哦 好 好 原来如此啊 蒋元外这么意气正直的人 肯定在情势面前也不太热衷吧 哼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整天都只想着那种事吗 又不是青楼的女子 哼 哼 我与夫人恩爱如初 断不会在外面胡来 是吗 哼 那你脖子上的吻痕 怎么解释呢 蒋元外 你 这 这是夫人昨夜 蒋元外 夫人今年贵庚 五十有余 通常情况下 一个五十多岁 性格端庄的妇人 是绝对不会在情势上 这么激烈的 哼 蒋元外 临走前 我送你一句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你从南宫院求来的东西 抵不了吉日 哎 你从宫里出来 到底是要干嘛呀 你是不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 你和你师妹就是相亲了 哎呀 你整天不说话 难道就不难受吗 你以为我是你啊 华老 不知道是哪一年 是某人还和我一起 看月亮看星星 叫我小洛儿 你们继续 继续 疯子的话你也深 师兄 就算你是断秀 我也不会嫌弃你的 我不是断秀 试过才知道 是要怎么试 替你 你说了什么 把美人都气走了 南宫百夜走了两步 又退了回来 眼睛盯着蒋元的一处 眸光闪闪 驱落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只见阳光照不尽的角落里 有两个丫鬟手里拿着东西 鬼鬼祟祟的在没人的地方 摆了几个裹盘 裹盘下还压着一张白纸 阴森森的叫人看了不舒服 他们这是做什么 看什么看 还不快点走 看来这奖院要暗访了 就你吧 先进去 等一下 我堂堂曲家公子 一场武斗几万两银子的身份 你让我做这种金鸣狗刀的事 你知不知道少爷我 死人的东西你都敢碰 这是死人东西啊 祭拜用的呀 可是没烧鸣币啊 压了他也一样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的白纸烧法 没有名字 什么 没名字 那他们为什么要祭拜啊 一般是亲人才会祭拜的吧 是啊 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祭拜呢 除非 除非什么呀 你不要总是说一半的话呀 这都什么人呢 一个什么都不说 就是把我从墙上串了下来 这一个还总是喜欢掉我胃口 你们是谁 坐口 没发现了 你别拽我 谁要是让那两个丫头看到小爷的脸 我偏偏公子的形象岂不是全毁了 你是哪个院子的武士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两位姑娘 我们是蒋园外请来做事的 这是不能让人知道 蒋园外在那边招待贵客 我们趁着这功夫 要四处好好看看 找找有没有脏东西 连老爷都察觉到了 是他 一定是他回来复仇 小红 别再胡言乱语了 两位姑娘先忙着 我们再去别处转转 我说 你怎么就不继续问下去了 看他们那样子 肯定是有事情瞒着呀 既然是有心瞒着 肯定不好要答案 不过 我也差不多猜到了他们瞒的是什么事 什么事 祭拜不写名字 非亲非故 摆得却是上好的果盘 他们对这个人肯定很愧疚 不 与其说是愧疚 倒不如说是 害怕 眼瞅着死亡预告的时间 就要到了 奖院里 却没有一点异样 奖心也同往城一样 该吃吃 该喝喝 该吹嘘吹嘘 心情大好的他 更是挥手 让下人摆了一桌子的山珍海味 来招待南宫蕊儿他们 陪着吃饭的人 还要讲到 他那人 一看就是个好色之徒 一双眼睛盯着南宫蕊儿的脸 涌出的是浓浓的情欲 道儿 这是四小姐 休得无礼 讲道像是被吼蒙了 也不知道嘀咕了一句什么 低下头继续夹菜 只不过他吃饭的习惯有点习惯 别人只是直接将菜放在嘴里 他确实先放在鼻子前面 闻上一闻 才硬硬地嚼了起来 这样的事 如果做一次两次 也没什么 毕竟吃菜之前都要品一下 是大户人家特有的习性 可每家一筷子都要闻一次 就太不正常了 这人什么破毛病啊 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爆发户 讲道呼地抬起了头 嘴角向下搭着 眼睛有些泛白地向上翻着 嘴角拧出了一丝古怪的笑意 怎么了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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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 我 难道是我眼花了 可是那样的笑 怎么会看错呢 七妹 你专心一点 死亡预告的时间就快到了 难道你还想输给那个贱女人 不 我不想 可是姐姐 你也看到了 那个贱女人恐怕是来真的 她居然什么都能猜到 还把这个讲性说得哑口无言 我怕的是她已经掌握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你放心 我们在蒋星身边守着 就算发生了命案 也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消息 就算到时候南宫百业侦查出了什么 我也有办法让她闭嘴 糟了 出事了 救 救我 没事了 小红像是安心了 身子又往南宫百业的怀里缩了缩 一双眼却向上翻着 露出了诡异的白 袖口处藏着的剪刀更是荧光一闪 狠狠地向下捅了过去 沉归沉 土归土 不要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 这么大的运气 蒋元万 告诉我这个铜精的来历 一个普通的铜精 我哪知道这丫头是从哪里买来的 看来我之前对你太温暖了 蒋元万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这样什么都不说 说不定下一个死的人就会是你 你 蒋元万 好自为之 师兄 你不觉得两个人在一个木榻上休息 太挤了吗 不想和我睡 就多掏一百两银子 要一间天字号房 一百两银子 普天之下 也只有他这个洁癖师兄 才会对这种坑爹的客房感兴趣 嗯 师兄 你还是回宫睡吧 那干净 也不急 就您这种消费官 放在民间 太扰乱市场了 看来 师妹很为我着想 下山的时候 师父交代过 要和师兄相亲相爱 作为师妹呢 当然应该都为师兄着想 宫里的奢侈豪华 才能让师兄睡得舒服啊 嗯 有戏 看在师妹这么关心我的份上 师兄还是留下来保护你 我用得着你保护吗 我什么都没看到 小苗什么都没看到 行了 别在那装了 你和黑四在外面偷听多久了 娘亲 你在说什么 我明明刚进来 成 不说是吧 我和小四真的不是来偷听的 是楼下有人找你 小苗听你和叔叔聊得正开心 就没打断你们 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 儿子 不用客气 咱俩谁跟谁啊 你这小鬼越来越惊了 也不知道随谁 对了 哪个人找我 你前夫 你到底是谁 除了南宫百叶之外 我还能是谁 不 你不是他 如果你是他 我靠这么近 你不会不脸红 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脸红了吗 因为我不是以前那个傻傻守着你的南宫百叶了 慕容将军 是你自己不懂得珍惜 现在的南宫百叶已经不喜欢你了 懂了 你说谎 娘亲不会和这个男人旧情复燃吧 有可能 当初你娘亲为了这个慕容少峰 可是什么都做过了 听人说 为了能让慕容少峰考上功名 你娘亲还点办了所有的嫁妆 这不像是娘亲会做的事 他最爱银子了 以我京城第一公子的经验来看 这次慕容少峰来找你娘亲 肯定也是想和你娘亲重归于 许洛 你话太多了 怎么 看到你小师妹和别的男人亲近 你不高兴吗 你信与不信都与我无关 如果你是他 就跟我回去 回去 回哪里 将军府 我说慕容将军 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就出门了 做白日梦也要有个限度 什么叫做白日梦 不要忘了 你是我慕容长峰的发妻 我记得我有写修复书 你是想让我重新写一份丢给你 南宫白夜 你最好不要后悔 今天没跟我回去 你放心 我这人生平 我这人生平唯一的优点就是做过的事从来不后悔 我知道你恨我 不过看在你我相识四年的份上 我奉劝你一句 放弃这场武士 你赢不了 我也告诉你一句 这场比赛 我赢定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顽固不化 你就不怕输得一无所有 顽固不化 一无所有 我选的路 就算脚跟磨破了 流尽了血 我也会把它走完 师兄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脸脏了 喂喂喂 该死的吸血鬼 你到底在摸哪里 师兄 你不会告诉我 我连心都脏了吧 你觉得脏了 怎么着 师兄是想把我的心掏出来 洗干净再按回去 他这是个什么态度 如果这小东西里来红一下 我也就放手了 偏偏的按上看着 朝着我伸爪子 瞧那一副坦荡的屌模样 现在到底是谁在摸谁呀 师妹 流氓完我就去沐浴 把自己洗干净点 嗯 这到底是谁流氓谁呀 嘿我说 你怎么连他这样的 不敢言 小爷我佩服你 佩服你妹 深沉你妹 屈抹你个白内政话了 看不出谁流氓谁呀 到底是谁呀 选这么一个点来 我 哎呀 原来是个黄花大姑娘 长得可真净 怪不得那天看不上我呢 葱慧如紫妍姑娘 应该早就猜出了我的身份 哟 这位小姐 您可别取笑我 我们这些人呢 比不了你们出身高贵 哪配得上葱慧两次 紫妍 也不是那种人 这一次我要听真话 你 人不是我杀的 我知道 不过 蒋家没一个好东西 死了也是老天开眼 这些名币是蒋生带回来的 听说 前段时间蒋家去南宫院 请那个聂老探什么学 点学 对对对 就是点学 我也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的 反正蒋生去了之后 再回来就整天神神叨叨的 还买了一大堆名币 整天都在后院上 指不定做了什么缺德事 点学是用祖传的风水秘书 巡荣点学 确定牧师的位置 这是安道上才会用的话 怪不得紫妍不知道 不过 你似乎很恨蒋家人 合着你们这儿招来的姑娘 都和蒋家人有仇啊 怎么 怀疑我 没有 我只想知道 蒋家都做了什么缺德事 他们强要了我的妹妹 小其他人呢 被江西 结去江院了 儿子 你扒着窗户看什么呢 唉 我这不是担心我的黑小四 会被雨淋到吗 对了 娘亲 那个你看上的叔叔 他好像含有银子的样子 可以拿来做爹爹不 谁说我看上他了 别用你龌龊的思想来衡量你娘亲 我 还有 请你告诉我 这个他是谁 就和你一起睡觉洗澡的那个叔叔啊 你没看上他还流氓人家 到底谁龌龊了 停 我可是个从一而终的人 别把你娘亲说的这么随便 从一而终 也就是说你要和你的前夫 救什么 付什么了 笨蛋 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旧情妇人 你承认了 我 少友说什么了 你的小师妹心里 早就装了别的男人了 时间不多了 我们不能再这么继续等下去 看来只能借衙门的人拥有了 蒋云 你小心抬尖啊 怪不得魔娘没有来报案 因为即便是报了 到最后蒋星也会被请出去 去神偷 你去衙门的后堂 帮我把近些年 状告蒋星的所有案底都偷出来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让我做这种事 小爷我一场武赛 几万两银子的身价 就是来帮你偷偷摸摸的 你怎么知道他有案底啊 你去偷就是了 肯定有 你们不去抓 杀害蒋生的凶手 把我抓来做什么 蒋云外 您息怒 喜怒啊 这也不是我们把您请来的 是那个南宫家被赶出去的废物小姐 非要见您和蒋少爷 哼 你们听他的说什么 这 他手上有三殿下的令牌 我们也不敢说个不字啊 蒋云外 您放心 待一会儿啊 我们几个就把您给送回去 送他回去 我可不同意 白夜小姐 还真是阴魂不散 阴魂不散的 不是我 是 跟在你身后的鬼 我讲某行的证 做得直 平生最不怕的 就是什么鬼魅 这不对价 明明是怕鬼 怕到心慌的人 不可能过了一个晚上就变得这么平静 除非是得到了什么万全的保护 蒋云外竟然这么君子坦荡荡 应该连这个也不怕吧 哼 只不过是有人嫉妒我蒋家财大业大 喜欢装神弄鬼 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 白夜小姐 我蒋某过来 不是听你随口诬赖我的 我还有生意要谈 没时间陪你胡闹 该不会是家里有什么美将娘等着吧 譬如你强要进府的九仪态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蒋某取妻 讲究的从来都是你情我冤 我叫一声白夜小姐是给你面子 你这样三番五次地污蔑我 居心何在 你说我是嫌疑罪犯 状告人在哪里 我 你凭什么状告我 强强名女啊 我刚刚不是说了 不过是一个风尘女子 我蒋某看上她 是她的福气 拿了进府 也划够了银子 这算哪门子的强强名女 蒋某员外真是又有钱 又能说会道 不过 现在既然有了状告人 你又是被怀疑的罪犯 那还是老老实实地在衙门里 待够八个时辰吧 否则你精心精盈的义气形象 说不定会毁于一旦呢 你 我就陪你玩八个时辰 看你能玩我怎么样 姐姐姐姐 蒋某员外被那个贱女人 抓去见关了 现在在衙门闹得正凶呢 你说 她会不会是查到什么 慌什么 好戏才刚刚开始 她身边那个书生在吗 在 她在衙门里 倒也省了我们不少事 这一次 咱们要狠狠地打那个女人的脸 老爷 老爷 红燕小姐传话过来 说她把案子给破了 真的 难道 难道这个女人真的要输了 外面说 男工红燕破案了 嗯 不是这份 也不是这份 这样下去 你就输了 嗯 我说你这女人知不知道紧张啊 你输了 可是要在城门跪着磕三个响头啊 嗯 到底在哪里 蒋家那么大的怨气 那个人不可能没有找过衙门 呃 白燕小姐 红燕小姐 请你去前堂 说这案子 要让你看着破 她破她的 我没时间去看 你没时间也要去 别忘了我们的赌注 难道你要临阵脱逃 哼 你不去也行啊 评委们已经到了 不去的话 是为自动放弃 那样我赢得更痛快 去神头 你去帮我打听一下 近些年来 有没有女子在衙门告完状 却死了的事情 要快 最好 能在半炷香的时间的回来 来人呢 传义庄老王 来者何人 小人王彪 王彪 我问你 近日来 都有谁去过你那里 小姐让人让小人叫名字 我可叫不上来 那如果看到那个人呢 你能认出来吗 自然认得出来 做我们这行的 对人的相貌很敏感 而且这一段时间 来义庄的人本来就少 就更容易认了 你看看这堂上 有没有去过你 艺庄的人 终于来了 这位书上 曾去过小人的艺庄 师兄 您老人家真能惹事 这么爱玩 把自己都玩进去了 有些人不好好的参加武士 去艺庄做什么 还是在案发之前去的 这不是太可疑了吗 你有什么想说的 怎么 怕师兄出手 杀了你的宝贝前夫 都什么时候了 这男人还在玩 这 这是朝堂不是闺房 有些人不管说多少次 也收不住自己的放盗 七小姐 现在是在说案子的事 去过艺庄 并不代表就是凶手 怕一个书生 跑去艺庄本身就蹊跷 本小姐查过她的来历 那武士表上 也是一片空白 她究竟是想隐瞒什么事 唯一的答案就是 在她身上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确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你确定 她说出来 不会吓到你 而且她的武功不弱 看不出是哪门哪派 在武器测试的时候 也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 让人不得不怀疑 她参加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或许 就是为了方便她行凶 南宫瑞儿啊 南宫瑞儿 你真是太狠了 哼 不过是去艺庄 买了几尊棺材 就落实旁人的罪名 如果这就是你所说的破案 那可真是漏洞百出 在座的有谁没去艺庄 定过棺材 而且 说到这冥币 你难道没有注意过 这上面的字迹吗 字迹 这上面的字迹清秀温婉 一看就知道出自女子之手 而你现在 指控的是一个男人 哼 没想到这个贱女人 还留着这么一手 不过 我又以为这样 就能从我手里脱身 好戏还在后面 白夜姐姐真是心系演戏啊 不过我听说 凶手连尸虫都能控制 既然是能够控制尸虫的人 会不会这冥币 也是他找人来带血的呢 这次的案子太血腥了 若是找不到凶手 怕是百姓们也不得安宁 自己能代表什么 王彪也说了 那天他去买棺材 身后还跟着个随从 说不定就是个女的 而且定棺材 也没他这样丧心病狂的 有谁没事做 买那么多棺材 他用来做什么 分明是想行凶之后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尸体运走 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我们会当场就看出来 死者是被尸虫咬死的 这是他最失误的地方 我觉得你的记忆力有在加强啊 看出死者身上有尸虫的人是我 而不是你口中的我们 脸皮厚也要有点限度 好吗 本来我还想要给你留点面子 毕竟蕊儿姐姐可怜你 当你是姐妹 既然你执迷不悟 一话若是我能叫你哑口无言 你就等着给本小姐跪下来叩头吧 你把这条虫子放出来 就放在那黑衣书生的脚边 七妹 你让先生放这条东西出来做什么 姐姐 祖父不是教过我们吗 控制尸虫的人 尸虫都不敢啃咬他 只要把尸虫放在他脚边 看看尸虫会做何反应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这倒是个好法子 这样一来 也能消除白叶姐姐的疑惑 对吧 白叶姐姐 虽然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不过 单单凭借这一点 就够殊生死的了 至于这个贱女人 就等着输了之后 去城门口叩头吧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些尸虫不怕他会怎么样 不怕他 那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咯 尸虫喜欢人游 见夫则入 到时候他得到的不是清白 而是被活活咬死 那又怎么样 先生 别理他 放尸虫 看见了没 铁正如山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尸虫的表现 就已经说明了这一切 他就是凶手 而你 已经输了 他笑什么 到了这种地步 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再玩一会儿 很有意思 什么叫玩 什么叫很有意思 大人 现在已经确定 这件案子的凶手是谁了 你是不是也该开始审讯了 大胆刁民 还不如快快跪下 跪下 你让我给你下跪 不下跪也可以 不过本官问你什么 你必须老实交代 你问 哎呀 这群人真心是死定了 这诬赖谁不好 偏偏诬赖到魔头殿下的身上 幸好当初我姓名眼亮 没有成为那其中的一份子 否则 今天的好戏我就看不上了 你与梁生 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为何要如此残涵于他 神不是我杀的 事到如今 你还想狡辩 李大人 这样不知悔改的凶手 就应该拉下去 先打上一百大板 再推到五门 斩首示众 而某人呢 也是时候 给本小姐下跪扣头了 别着急 等李大人审出结果来 我自然会愿赌服输 难道这其中 还有什么是我所不知道的事 还是说这个贱女人 掌握了什么其他证据 不能再问下去了 以免夜长梦多 先按照计划 把那个说声杀了再说 就算你现在否认 也没有用 像你这种表面无害 长相斯文的犯人 本官见得多了 哪个在临死前 不是大声喊着冤枉 那事实呢 凶手就是凶手 多说无意 来人了 把他给本官压下去 推到五门外 后斩 是 慢着 李大人似乎忘了 根据我朝法规 就算此人是疑凶 也要问清楚 他家是何处 姓盛名谁 以及为何要杀人 否则根本无法解案 如今三殿下也在 李大人不安法规办事 上来就把人 拉去五门斩首 也太草间人命了吧 国不可一日无归 这又如何做 相信李大人 应该有自己的分寸 殿下教训的是 是在下疏忽了 你是哪里人 姓什么叫什么 不许在家隐瞒 逼得本官对你用刑 我是京城人 至于姓什么叫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是 当面说比较好 怎 怎么会是他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可 那惊人的相貌 虽脱了智能 却分明是那人的五官 微臣参见七殿下 七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这 这人竟是七殿下 那个从不轻易踏出魔宫的皇家秘密 那个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皇朝战神 那个只用一把剑 就挑了少林各大门派的七殿下 七弟这唱的是哪出戏啊 怕我们都给吓着了 哼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来 我们接着来审案 我姓北明 明连城 大人可以叫我连城 七 七殿下 下官有眼无中 不 不知道是您啊 求七殿下饶命了 听大人这话的意思 若是今天站在这儿的人不是我 就可以胡乱栽赃陷害了 小的 小的嘴装了 你自己断了 煮 队